洛珀演员受到好友的邀请来到那一座古老的城堡 结果发现这里怪事连连 好友一家全都神经兮兮 大家好,欢迎来到二龄波鞋游馆 今天就为大家分享这部歌特悬疑电影《噩梦庄园》 电影故事发生在20世纪初的英国伦敦 电影的男主福斯特是一个失忆洛珀的喜剧表演者 有天他受到好友雷米的邀请 正要到雷米的庄园做客 结果半路上突然狂风骤起音音密布电影雷鸣 福斯特好像听到了一个女子惊恐的惨叫声 他顿时被吓得撒腿就跑 就在这时,一道闪电突然逼来 只见雷米庄园那座黑暗的哥特城堡 恶然映入了他的眼帘 当时城堡并没锁闷,福斯特便走拉进去 只见这里的装潢固不典雅 处处彰显着主人的品位 不料就在这时,福斯特再次听到了那种女人的惨叫声 福斯特感觉不对,本来打算离开 结果主人雷米正好走来 立刻让仆人接过了她的行李 事已至此,福斯特也只得用着头皮留了下来 这时福斯特注意到 雷米收藏了一尊家里女神的族像 她还饶有兴致地向福斯特介绍了这位凶残的印度女神 原来雷米在印度待了很多年 早已开始信奉印度教 当时雷米有个妹妹杰西 她总是穿着一身印度的服饰 杰西看起来目光阴冷 她还偷偷给雷米撒个颜色 雷米心领神会,于是赶紧让福斯特到她的客房休息 原来雷米兄妹想从福斯特身上寻找一件重要的东西 这天晚上,福斯特出门时发现自己的房门竟然锁着 当她敲开门时,管家只说 这扇房门的门锁就让坏 本来福斯特只打算上个厕所 结果误入了一个房间 这时雷米赶紧听听她说 那是自己兄长维克多的房间 维克多一直闻病在床 这天晚上,福斯特被一阵争吵声进行了过来 原来是雷米的弟弟雷吉前来索要每月的金贴 本来这些金贴的支票一直由大哥维克多签字 但维克多突然病重,没法签字 所以雷吉就没领到 雷吉于是就带着女儿迷离到此 学问雷米相关事宜 后来有天,福斯特闲逛时 发现雷米的妹妹杰西正在喂兔子 她本想就此话题和杰西聊上几句 但杰西并不想理她 福斯特于是跟随杰西来到阿姨个热带温室 结果猛然发现 杰西竟然用兔子喂养温室里的毒蛇 福斯特被吓得这大哆嗦 但杰西好像对此事心为盎然 后来福斯特发现 雷吉本来想去见见大哥维克多 但雷米激励阻止 他说大哥病得很重,不便见人 现在由他代劳 每月支付给雷吉应当的今天 就在这天,福斯特听到说话声 就走进了一个阁楼 只见这里住着一个蒙着面纱的年老的夫人 此人竟然就是雷米的母亲 老夫人说她有四男一女五个孩子 但她最喜欢雷米 福斯特于是和老夫人聊起了家常 结果说着说着 老夫人就拿起了压在枕头下的菜刀 幸好管家及时赶来 福斯特这才没有被老夫人看死 后来管家解释说 主人的母亲一直精神不太正常 但雷米不想把她送进封人院 这才将她藏拿起来 不过无论如何 福斯特都感觉这里的一切令人不安 她本想立刻离开这个鬼地方 结果雷米拦住了她 并向她讲述了自己母亲的事 原来很多年前 母亲也是个美丽优雅的姐姐良母 而且母亲在五个孩子中 唯独对她雷米特别的宠爱 听着雷米讲述他们母子那些温暖的生活琐事 福斯特也不禁感慨 恕不该把这样的母亲租进封人院 这些疑虑解开以后 福斯特也答应雷米再次多住几日 另一方面 话说雷吉的女儿米丽 一开始就对福斯特非常友善 不料两人交谈时 雷吉却让女儿不要跟一头猪闲聊 米丽受到父亲羞辱 立刻跑进房间 伤心的哭辣起来 福斯特赶紧跟俩过来 用自己擅长的戏剧表演 安慰了米丽一番 结果就在这时 米丽突然看到窗外有个可怕的男子 米丽当即被吓得惨叫了一声 随即就昏述了过去 等雷米等人赶来以后 发现外面的约有人 不过这两人竟是雷米的另一个弟弟 欧内斯和他妻子 欧内斯这番前来也和雷吉一样 都是未来今天的事 不过这俩兄弟很有个更大的目的 就是想在大哥维克多死前 争取各自的大部分遗产 老四欧内斯最为迫切 甚至想让大哥维克多盖进去死 老三雷吉没有想到这一层 但他也对这个想法是秒认同 这天晚上 米丽说大伯维克多的房间 有奇怪的声音 他就硬拉着弗斯特 到达伯房间查看情况 结果惊讶地发现 原来维克多大伯 竟然只是一个木偶 事已至此 老二雷米也只得将真相 告诉了其他兄弟 原来大哥维克多早已死亡 雷米之所以奉索消息 是因为公开以后 他们三兄弟就无法继承 大哥一分钱 因为大哥生前结过婚 虽然这段婚姻 很快被父母拆散 但维克多因此又来一个儿子 此人正是演员 福斯特 从法律上讲 福斯特的继承权 比他们兄弟都要靠前 不过雷米相信 福斯特现在一定 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但是他可能知道 那颗宝贵的祖传钻石的下落 因为大哥曾表示 已经将钻石的下落 告诉了继承人 老三雷吉听了以后 便想去质问福斯特 钻石在那 结果福斯特对此一无所知 还觉得雷吉问得莫名其妙 不过为了得到大哥的遗产 心肠最狠的老四欧内斯 还是决定除掉福斯特 他与世谎称 福斯特有牙病 想趁机给他注射毒药 结果福斯特并不相信 欧内斯的医术 拼命的挣扎 这时老二雷米走了过来 赶紧致拉斯蒂·欧内斯 雷米倒也不是不想除掉福斯特 但他想让福斯特 说出钻石的下落以后 再除掉他 而且雷米怀疑 欧内斯除掉福斯特后 还会对他们下手 欧内斯当然否认哪这点 毕竟他们可是亲兄弟 后来大家按照雷米的提议 有定骗取福斯特的信任 他们邀请福斯特 为他们表演自己的喜剧 福斯特的表演 一如既往的淡尿乏味 令人昏昏欲睡 但为了博取他的好感 雷米还是带头鼓掌 大家称赞 后来雷米又邀请福斯特 为大家探前伴奏 并让亲友们来一段木偶表演 专门献给福斯特 结果当表演结束时 人们就发现老子欧内斯 倒立身亡 背后被插拉一刀 这下福斯特立刻被吓破了胆 立刻想离开这个地方 当时米利为了挽留他 便将他的身世讲了出来 他还说大伯维克多 因为愧疚自己 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 于是临终前立下遗嘱 决定将一切遗产 遛给福斯特 福斯特听后立刻来了斗志 决定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 话说老四欧内斯 其实就是被其他亲人所害 但他们一口咬定欧内斯 死于自杀 福斯特当然不信 他料想一定是其他人 杀了欧内斯 他现在决定报警 而且还要以继承人的身份 得到一切 后来米利告诉福斯特说 眼下最重要的是 找到那枚 加着一百多万英镑的 祖传钻石 听到这个数额 福斯特吃了一惊 随即就决定寻找钻石 本来福斯特想先去报警 再找钻石 结果这田正好是个大物田 福斯特米拉路又绕了回来 无奈之下 他只好让出去路况的管家 先去报警 结果管家出门不久 就被四兄弟的母亲一刀看似 另一边 米利这时不禁怀疑 欧内斯的叔叔之所以被杀 一定是知道了钻石的藏地之地 而这个秘密 可能欧内斯的妻子也早已知晓 结果米利刚说到这里 就传染了一阵女人的惨叫 循着声音的方向 两人于是来到了那个地下温室 只见杰西躺在楼梯 身上缠着毒蛇 已经一命呜呼 不远处的温室玻璃遭遇破碎 欧内斯的妻子也已惨死 两人显然都是被毒蛇咬死的 当时杰西手里拿着福斯特一个 写着名言的摆件 本来福斯特一直认为 这件东西是某个粉丝送的 但上面的名言警句 明显引用错误 米利因此料想 这是维克多送给他的东西 是在提醒他什么消息 这下福斯特立马想起了 和百贱一起送来的另一样东西 原来这正是福斯特的终身证明 上面还提醒福斯特 答案就在他的名字中 结果当福斯特返回来时 就发现米利已经倒在了地上 随后米利父亲赶来 他一口咬定是福斯特杀杀米利 福斯特百口莫辩也懒得争辩 他只是好奇是谁干的 后来福斯特发现 自己真实名字的首字母 组合起来竟是 拿下这个单词 这下他终于明白 父亲一定将钻石藏在了 眼睛舌问世 福斯特于是来到舍物 结果果然在机关下面 找到了一个神秘的手指盒 可惜他刚要离开时 雷米突然走来 被他交出钻石 原来雷米刚才 偷走了他的出生证明 也知道了真相 好在福斯特趁其不备 打了雷米一下 赶紧掏拉出来 最终福斯特一路跑到了 杀了那个老夫人的戈楼 福斯特假装求饶 然后趁机反击 反倒打晕了雷米 这下福斯特终于发现 戈楼里根本就没有什么老夫人 雷米的母亲早已死亡 是雷米一直戴着假发 穿着长袍 假扮自己的母亲 原来雷米一直有 严重的精神肺裂症 他以母亲名义杀了大哥 后来又杀了管家 但雷米否认了这点 他说母亲并没有死 是他憎恨大儿子将遗产留给孙子 这才杀了大儿子 后来他又杀了前去报警的管家 总之他都是维拉雷米 本来福斯特并不相信 结果这时老夫人就冲拉出来 好在福斯特反省敏捷 只服了这个疯子 套拉出来 福斯特刚刚缓活起来 结果竟然就看到了死去的米利 原来米利刚才只是装死 而且现在他已经杀死了父亲 因为他不想和父亲分享那颗100多万的钻石 在米利的逼迫下 福斯特只好交出那颗钻石 可是当福斯特打开包装时 却发现里面只有一张纸条 纸条上面写着 找到钻石的具体方法 就写在里合的包装纸上 只是可惜的是 福斯特刚才已经把包装纸扔进了路火 雅儿一下子全都失望偷定 飞进心机最后之事一张空 不过对福斯特来说雅儿好 他得到了庄园 并将剩下的亲戚全都送进来京剧 而且钻石就埋在草坪上 福斯特一辈子大概也能找到 电影也到此结束 好了 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 喜欢的记得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